阿嬤妳好 好啊 妳也走二十幾年了 頭上有 中有斷斷續續 原本一開始是怎樣 原本開始走 原本就是妹妹身體不好 就帶她 想說出來走這樣 頭上開始是 怎麼走怎麼坐車 嗯 一半一半 對啦 她走下去就坐車這樣 因為她比較大塊 所以如果走走走就坐車 所以因為她就是 身體不好 所以才會想說 走走走 身體看起來比較健康 平安的 平安 健康 不會這樣 九十年開始走 每年都有對待到阿嬤出來 走到九十四年 那年走什麼 回到十一月的時候 心肌健康 救了之後就變職務人 就一直照顧 照顧到 民國一百年 三一那個 日本老大人那天 那天到九點就再見 啊 再見 之後我就 翻中年才開始走 到現在就對了 啊 中還是有本事啦 因為我 九十八年的時候 我拔到 桑冬骨 那個 骨折 啊 店那邊有多三個 啊 剛才那年剛才 COVID-19 COVID-19的時候 就疫情嘛 啊 延後 啊 我四個十年拔到 就剛才不能來 啊 不能來 我翻中年才又開始走 你走的過程有感覺 你們宿舍跟你們搭上走嗎 有 一點點感覺有啦 因為那個機子上 他的名字還在 你們兩個都有名字在上面 對啊 啊 就是覺得說 這樣也好啦 他也輕鬆跟著我 一路這樣走 不用上車下車這樣子 麻煩 啊 你現在能夠全程走嗎 我都走全程啊 妹妹走了之後 我都走全程啊 有時候也配合自己啦 因為我的 看自己的時間關係啦 有時候就走 如果不能配合就走幾天 能配合就從頭走到尾這樣子 在走的過程應該感覺很平靜 對對對 很舒暢 很舒暢 因為我大部分都比較 走晚上比較多 怕曬分掉嘛 怕曬分所以大部分都晚上 走比較 今天是天氣很涼 你睡就是這樣 找到地方就對了 用睡袋這樣睡 大部分都睡在那個廟啊 或是像彰化就縣政府啊 就是反正有地方睡 我們就盡量方便嘛 我有帶睡袋 睡得很簡單啊 對 簡單 啊 走累了當然 睡醒了再起來洗澡 就很舒服 你都走在馬祖的前面 對 第一年是走在他後面 吃那些泡 而且又跟不上 就很緊張 心裡就很緊張 而且會越走越孤單 走在前面至少 感覺馬祖在後面比較 壓力很大 走到後面根本就壓力很大 尤其是馬祖要到的時候 緊張方張的不得了 害怕 啊現在就是說 這樣子 很平靜的這樣 很自由自在的走 反正馬祖還 我們就很輕鬆愉快的走 你這幾年身體都健康齁 就是那98年摔斷寬框骨 所以就躺了三個月 嗯 骨折開刀啊 啊現在 好啦 趕快出來走 能走能動 趕快走趕快動 好 謝謝 哈哈哈哈哈哈